观光局举办了第一届台湾国际公路邀请赛 国外职业车队的选手要搭火车到宜兰和花莲地区 来一边比赛一边欣赏台湾的美景 第一届台湾国际公路邀请赛起跑 结合2011年台湾自行车节 国际选手来到台湾 这次比赛场地选在宜兰和花莲地区 那么会到宜兰先去欣赏 先去小事伸手 那么去欣赏我们宜兰的好山好水 然后我也希望在花莲台东 每一个车队都能够有他们最好的一个成绩 来自国外11个国家21只职业车队选手 要搭着火车到花莲挑战200公里的征战 很多选手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 对于东部美景早有耳闻 日前国际网站票选全球 十大旅游国家台湾名列第九 受到旅客青睐的就是便利的自行车道和美食 透过国际公路邀请赛 也希望让台湾的美景站上世界舞台 中间新闻台北众合报导